戴着这顶帽子的印度真的很难看 环球时报社评 据多家外媒报道 印度执法部门于当地时间10月10日 逮捕了4名行业高管 其中包括一名中国智能手机厂商Vivo的员工 他们被指控涉嫌洗钱 Vivo方面11日就此消息向中国媒体回应表示 Vivo在印度严格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 我们正密切关注近期的调查事宜 并将采取所有可行的法律措施 进行应对 很多人对此消息的第一反应是 印度又在找在印外企的差 特别是找在印中国企业的差 这个反应很真实 因为此类事情发生的比较频繁 大家都已看透这里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印度戴了那么多年外资分厂的帽子 他自己大概都戴习惯了 不想摘了 但戴着这顶帽子对印度真不是什么好事 也真的很臭 显而易见的是 自2020年6月中印发生边境冲突至今 印度当局对中国企业发难的次数明显增多 中国智能手机企业更是成为重灾区 从发出指控恐吓 突击搜查办公室冻结资金 再到现在的抓人 印方针对中国企业的限制打击行动 在逐步升级 思想越来越难看 与印度很在意的大国地位和形象 是非常不相称的 对印度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 印度的各项法律法规像迷宫一样错综复杂 稍不注意就可能触碰到 往往导致普遍性违法和选择性执法 这为印度当局勒索外国企业提供了便利 但必须指出印度这几年对中国企业发出了那么多指控 几乎都查无实据 印度有可能想通过这种滋扰 来逼迫中国企业做出不必要的让步和让利 印度的确得逞过不少次 这大概也是他乐此不疲的主要原因 英国金融时报在上个月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不讳的指出 回顾外资企业在印度的发展历史 不夸张的说确实是一部血泪式 根据印度政府部门的数据 从2014年到2021年 共有2783家跨国公司关闭了在印度的子公司或办事处 每年在印度注册的跨国公司数量 从2014财年的216家下降到了2021财年的63家 包括麦德龙 美国福特和通用汽车 德国大众等诸多跨国企业最终选择退出印度市场 实际数量恐怕还不止 印度的营商环境恶劣且多变 是几乎所有在印外国企业的一大共识 人们已经总结出了印度的套路 先给外资一些甜头或者美好的许诺 又使外企向印度投资 等到外企在印度有了一些家底 取得了一定效益 特别是印度赵猫画虎学会了一点之后 印度当局就通过各种方式来对外企进行事实上的勒索 让外企进退维股 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实在受不了了 那些跨国企业怎么会忍痛割舍印度这么大的市场 这或许让印度沾沾自喜 短期内占到了一些便宜 但对印度国家利益必然造成长远损害 会成为印度现代经济发展难以突破的天花板 我们奉劝印度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莫迪政府上台后曾雄心勃勃的推出印度制造计划 立志要将印度打造成全球制造业中心 这两年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打压和遏制 加上美西方舆论 对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印度的鼓噪 让一些印度人有点飘了 实际上印度离实现这一雄心还差得远 可以肯定的是印度不可能通过打击中国智能手机企业 从而把印度本土的手机产业扶持起来 经济全球化时代 企业只有在充分竞争中才能真正做大做强 把中国智能手机企业都逼走了 对印度有必无力 离开了中国产业链的支持 印度智能手机很难做大 印度制造业发展也会受阻 最后说一句 面对无理的要求 恶意的滋扰和反复的勒索 中国企业绝不做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而要做硬骨头 不要怕是忍气吞声 要敢于维护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 印度对中国企业的霸凌不仅无法证明它的强大和力量 反而恰恰说明了其内心的脆弱和不自信 也再次向外界表明印度远非一个成熟的适合投资的市场 感谢观看